福利了七年八個月 很快八年了 那也因為它的出現 其實讓我的生活 整個的一個生命的過程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那狗狗原本就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就是真的是有歷史上 不管是在龐貝古什麼壁畫 什麼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其實狗狗跟人類的關係 是一直都是很好的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在我們現在的文明社會當中 我們居然是用這種的方式 去對一個我們最好的朋友 那所以我個人也是這樣覺得說 是不是在這些制度啊 或是在這些的 大家的努力之下 是可以讓這些貓或者是狗 可以真的可以跟我們人類 是很和平的相處在一起 大家不要這樣子 用這種所謂我們覺得人道的方式 那其實對他們來講 其實不能道的方式 去對待他們 謝謝 再來我們請中華青山動物保護協會 好的 張瑞 各位大家好 我在流浪動物的這個領域裡面 已經有十年以上的經驗了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覺得收容所的事情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可以去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我們收容所一定要實行的是一個叫做精準捕捉的一個制度 因為你也知道狗跟人其實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人都會有罪犯難道狗沒有嗎 狗也會有 那我們要抓的是這些罪犯而不是這些所謂的良民 這些看到人就搖尾巴的狗狗你去抓他幹什麼 所以我們要實行的是一個精準捕捉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你通報人你必須有這樣的義務 你通報之後你要告訴捕捉的人員 你要抓的是哪一個罪犯 我們做精準的捕捉 因為你不做精準的捕捉 你再多的收容所都沒有用 蓋不完的 第二個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說 我們有百分之五十的認養率 我們換一個方式換一個想法來講 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撲殺率 這樣的講法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要精準的捕捉之後 我們要確認在整個安樂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透明公開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是為什麼我們收容所做不到一點 就是說很多資訊他們是不透明不公開的 那從這個犬隻禁鎖的過程 你抓了多少隻到中間的收容過程 接著到這隻狗最後安樂的過程 從頭到尾其實並沒有一個所謂監督的單位 也沒有一個所謂的一個透明公開的一個資訊 所以很多事情都會被蒙在鼓裡面 那我在當年那個中統大選的時候 我曾經我們大家曾經討論過一套 一套草案 他不能說是最完整 但是他是一個大綱 我曾經把這套草案 面交給我們的總統 也面交給我們陳武雄先生 來改善我們中華民國流浪動物的問題 但是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那媒體傳統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謝謝 最後我來請周淑英 周淑英 他是看到十二葉感動之後的一個便利商務的業主 大家好 我個人是這麼多年來在經商的過程也收容了無數的流浪狗 我覺得流浪狗他是最懂得比人更懂得感恩的 他是善良的 那我看了十二葉以後我最大的震撼是覺得我們號稱是文明的社會 可是我覺得他們在從土桌到進去以後這個整個過程是粗暴的 像修捷問題他們在灑掃那個狗射著之後 內水槍是垂直的在噴掃 所以那些廢物每天的密庫 狗兒都沒地方回去 你說那片中裡面有註說 即使被領養以後得了狗汙的機率是非常高 因為我覺得說那個灑掃的時候那個是非常的不畏生 這一點我希望說也剛剛能夠遵促 那其他很多的寶貴的話 所以已經曾經做過於這個在這裏 謝謝各位請帶大家去 我想再請委員發明簡單的講一下 我想那個台灣現在輪回電影制度我非常的悲哀 因為看見台灣讓政府開始重視一些污染問題 那麼總統在看了十二葉之後 要在一月十號也就是禮拜五要接近動保團體 那麼其實動保團體在過去也見過總統一無數面 也不斷的呼籲 如果今天這個見面沒有辦法真實改善收入處境的話 那中國的處境的話呢 那這種見面其實是非常的形式化 非常的非常的那個樣板的 那我想最後我請委員這邊 跟對剛剛我們所發現 看看委員這邊能不能緊緊的來協助 你已經把我要講的話講完了 我幫你講完了 因為不管是齊婆林的開店台灣 或者是九馬刀的這個十二葉 我最擔心的就是只有十二天的高潮 過後就不太在我們關係 因為大概從二十多年前 我跟台北市獸醫師公會開始推動 以截雜來代替補燒 然後再開始推動植物晶片 到自己擔任保護動物協會理事長 那麼像跟我們類似的動物 普通治療的協會一樣 我們把狗狗訓練過以後 我們可以跟有一些原裝的莊主 一些農夫合作 然後他們可以幫我們照顧這些莊架 照顧火源都非常好 但問題它推動的是速度很慢 在慢的過程當中有對生命的尊重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不尊重生命 永安而死 因為它速度最快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呼籲 包括九馬刀派有十二葉 不是一種呼籲 但希望在這個期能夠持續 所以就成為我們很多團體所談到的 如果能我會能夠在它的這個 市政計畫裡面給各縣市的評鑑 那麼列入尊重生命這一項 那麼只要再評分 表演加一分 那我相信各縣市政府 這一分就會比它有很大的力量空間在 我想這一點在我們省這一點 百名證明度預算的時候 所以最終政黨協商 我會把這個意見放進去 那麼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 那麼我還是再次強調 這條路很漫長 但是在尊重生命過程當中 我想這樣的等待是應該的 因為狗狗的等待時間不容易更短 它只有12月的等待期 而且是必然的死亡 是它的數目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呼籲 我們一起來的一口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 好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牆壁上列出的是 光牌生命協會去年一整年 我們平均三個月公佈所有的死亡率的排行法 希望引起各績政府的重視 那麼全部都是農委會自己的資料 沒有我們的主觀的添加 那這樣的呼籲呢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夠來持續的關心跟重視 那最後我們還是再一次呼口號 來那個 來呼口號來結束 有力量一點 好 要不要狗狗再進來 狗狗 來 我們讓狗狗過來一點 讓狗狗過來一點 讓狗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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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狗狗為主